好,上一节我们讲了向量和它的线性运算 就是加法和数成 这两种运算是线性的 所以比较简单 而且它们的性质很好 它构成了一个线性空间 这一节我们讲一下向量的 就是独有的一些运算 叫做点击和插击 这个有很多名字 以前点击也叫内击 大家可能听说过 插击有的地方也叫外击 但实际上外击这个名字不保险 也就是说有的 实际上外击还有另一个纸带 它纸带另一个东西 它们跟这里面外击有点类似 但不完全一样的东西 所以用插击还是比较保险的 你叫插击还是比较保险 好,我们分别来讲一下点击和插击 点击你可以叫内击 这有没有问题 有的叫点乘 点乘击 就是缩写简称点击 点乘击的意思 可以直接说点乘 两个项量的点乘击 在几何上 以及在物理上 以及在我们代数上定义是不一样的 待会我们会说一下这些定义其实是档架 我们先说一下在代数里面 点击是怎么定义的 假设有两个项量 都是N维的 我就得尽量还写成列线量的形式 但是后面讲到几何的时候 我这个T可能就省略了 因为我要用到坐标了 坐标你再写成列线量就不合适 习惯是写成行的 所以讲到几何的时候 我可能就直接写行性了 假设现在是尽量还写成列线量 假设有两个项量 它们的内积或者点积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它们用一个点表示 表示点 它们做点积 表示它们对应元素相乘 然后加起来 就是A1乘以B1 对应的元素相乘 加上A2B2 加上A跟B 对应的元素相乘 然后加起来 如果用求克号来写 可能会简单一点 A1乘以A1 1到N求和 A1RB2 就用求克号的方式写 而且这里我还可以有另一种写 我前面学过矩阵的称法 好像就是一行乘以一列 对应元素相乘 然后加起来 所以你完全可以用矩阵称法来写 我可以把α做一个转质 把它变成行限量 就把这个相当于把这个T去掉 行限量 然后β本来就是一个列向量 它的行正好乘以列 正好可以αTβ 记写太长了 这个中间没有任何符号 表示是矩阵乘法 把αβ当成矩阵来做乘法 而且α先做一个转质 然后再跟β做一个矩阵乘法 如果我再写一下详细一点 大家能看出来的话 实际上是把α写上A1 β是列向量B1 B1 这是一个一行N列的一个矩阵 这个是N行一列 一行N列 N行一列一乘 中间这个N没有了 就剩一乘一的 一行一列就是一个数 对吧 就是它的行 跟它的列 对吧 就是这个内积 所以其实内积可以当成是转置 跟矩阵乘法 符合一下 符合一下的一种预算 但是内积自身呢 它是有很多很好的性质 以及应用的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特殊的记号 就是α内积 或者叫点击β 就用一个点 来表示内积 好我们看一下 这样定义的内积 它满足什么性质呢 点击的性质 这是一种预算 我们看一下它满足什么样的预算率 首先是不是交换的 就是α跟β做内积 做点击 是不是等于β 跟α做内积 跟你定义 显然是一样的 一大不了就把A1乘B1 变成B1乘A1 对于数来说是不改变的 但是去每一个分量都成 所以交换一下不改变 交换率是满足的 内积满足交换率 我们看一下 结合率 所谓结合率呢 我想把它跟数成结合一下 就是前面有个k α 它跟β做内积 是不是可以把k 结合到β上面 就是kβ跟α做内积 甚至直接可以把k提出来 α做内积 注意内积得到结果是一个数 两个相当做内积得到是一个数 所以这边k提在前面 也是一个数跟另一个数相成 所以中间这个是 这个省略的这个是数的成法 这里是数成内积 或者叫点成 一定要分清中间是什么成法 比如这个省略的是数成 那这个之间 把他做一个整体 这是两个数之间的成法 因为内积是一个数 这样的技术 第三点 所以结合率也是满足的 看一下分配率 因为向量是有加法的 内积是一种成法 积嘛 乘积嘛 点成嘛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成法 对于加法来说 分配率是不是满足 比如说两个相当的和 跟另一个相当的港马 做点击 或者做内积 是不是等于 α跟他做 再加上β跟他做点击 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 只要把这个后面A1 可能B1加上4E 所以就可以 错 是A1 A1加B1 然后B1是4E 代入定义验证一下 显然这个分配率也是满足的 这样 我们就说 点击满足 交换 结合 分配 所以它基本上跟数的成法 是一样 跟数的成法可以 一样的做运算 有很多数的成法的性质 它也有 比如 我们一般定义 自身 跟他自身做内积 一个向量 跟他自身做内积 有时候我就直接写成 α的平方 注意 碰到一个向量 上面加一个平方 指的是做内积 就是做内积 所以一个向量的平方 平方完了以后 是一个数 一个具体的数 而且 根据这个定义 这里面 B1换成A1 都是一个平方和 所以如果A是实数的话 这个应该是大一个 对 它平方以下 跟它自身做内积一下 因为这些AB都是实数 实数的一些平方和 肯定是大于等于0的 注意这个记号 一个向量的平方 以后碰到的 都指的是跟它自身做内积 好 有了这个平方的记号 我们就可以 比如定义一下 向量的长度 向量长度呢 我们待会讲一下 怎么定义向量长度 首先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既然满足这三条性质 所以有些基本的运算 数的运算规律 在这里也满足 比如 α加β的平方 你完全可以用平方和公式 把它展开 它等于 α平方 加β平方 加2倍的 α内积 因为这所有的乘化 都只是内积 这些公式都是满足的 跟数一样 它满足交换力 结合力 分配力 所以可以直接 像数一样进行预算 好 现在我们有这些试图 我们就可以讲一下 向量的长度了 所谓向量的长度呢 我们一般用 用这样记号表示 用两条竖线 表示一个向量长度 当然有时候偷来 你也可以用一条竖线 用这样 但这个呢 有时候跟行列式 那两条竖线 有时候会混淆 所以我们用两条竖线呢 来表示是长度 或者叫我们 泛数 泛数是从 norm这个词翻译过来 norm指的是长度 或者是泛数 一个向量的长度 实际上就是个向量 作为一个有向线段 它多长 用这种向量的定义方式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内积来定义长度 其实有了内积以后 自然的就有一种长度的定义 这种定义永迟是这样定义的 我们用一个根号下 阿华的平方 阿华平方我刚才说的 是一个数 而且是大一点一定的数 所以它可以改变好 得到一个非复的数 这个非复的数 就是向量的长度 这个定义 如果我写成分量的形式 那应该是AE的平方 AE的平方 这个样子 它跟我们正常的 几个空间中定义的长度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在几个空间中 三个空间 有两个点 对点是A 对点是B 从A到B的长度 可以看成是从A到B的向量的 这个长度 我假设A的座标是 X1 Y1 Z1 B是X2 Y2 那么从A到B这个向量 我记成α 这个向量就是TAN的X 对吧 就是中点减去7点 X2减X1 Y2减去Y1 Y2减去Z 就是AB这个向量 我记成α 这个向量的长度 还在我们的定义 要等于这三个分量的平方和 N等于3 大家看到这跟我们用B的加斯定义 定义的长度 几何里面的长度 是完全一样 对应的分量的X 平方和 然后开开好 这是我们的长度 所以有向量的内积 自然的就有一个长度的定义 而且这个定义是由内积直接诱导出来的 或者叫推出来的 这个长度呢 叫内积诱导的一个长度 因为内积其实 有可能还有别的定义方式 我们这里只是讲了其中一种 而且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定义方式 这种诱导出来的长度 正好是我们平常的几个空间里面的 长度的概念 关于长度呢 它还有关于这个长度的定义呢 或者叫范数定义呢 还有一些很好的性质 我们待会呢 长度的性质给大家列举一下 非常重要 好 刚才我们介绍了长度 这个概念 我们用内积定义了一个长度 我们说只要定义了一种内积 自然它就有一个这样定义的长度 跟它相对应 我们把这种长度呢 叫做由刚才那个内积 诱导出来的一个长度 也等于说长度还需要定义吗 那你以前在几个里面定义长度 是用尺子量出来的 但是在数学里面 在代数里面 我们是用内积把它自然的诱导出来的一个定义 而且呢 既然要作为长度 作为我们一个长度的概念 它应该满足一些好的性质才可以 否则这个定义 你就不能说它定义的好 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定义在 把它放在三文空间里面的时候 正好跟我们用毕达卡拉斯定义 定义的那个长度是一样的 现在我再来说一下 这个定义的长度呢 满足了一些良好的性质 我需要证明这样定义的长度满足这些性质 首先呢 这个长度肯定不能是负的 非负的 也就是说一个向量的长度 要大一点 这个很显然 因为这个定义式肯定是大一点的 而且它要想等于0的话 必须每一个分量都要为0 所以这个长度等于0当且紧张 这个向量就是0向量 就是它是0向量的时候 它的长度才为0 等号成绩的条件是 α是0向量 就是第一场非负性质 这个很容易验证 第二场如果我把这个向量做一个伸缩 相当于做一对竖程 竖程就是乘一个竖 相当于把每一个分量都乘一个竖 相当于扩展一下 或者缩小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向量做一个竖程 那它的长度相应的也要扩大 或者缩小k倍 而且k必须去提出来以后是绝对值 竖线太多了 大家看清楚 这里面这个k是一个竖 这两条竖线值得它的绝对值 这边是原来向量的长度 为什么这个不能是负的呢 因为长度非常不能是负的 但是你把它这个带进里面也很容易验证 你把k2它的每一个分量都是k a1平方以下变成k2 k2开k2出来肯定是k的绝对值 这个性质 也不难验证 关键是第三条性质 第三条性质上去一个不等式 我们把它叫做 柯西 负面科夫斯基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好 施瓦兹 三个数据单的名字 你可以任意组合吧 这个不能是 待会我们讲一下这不能是 可以叫做柯西不能是 也可以叫布涅科夫斯基不能是 也可以叫施瓦兹不能是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带着柯西 不管什么情况带着柯西 你可以叫柯西不能是 或者柯西 布涅科夫斯基不能是 或者柯西 施瓦兹不能是 他俩可以随便成为柯西最好带着 好 我们把这个不能是写下 这不能是说的意思就是 两个向量的内积 内积是一个数 这个内积的绝对值 是小于等于 它们两个长度的成绩 注意这边是两个数 长度都是数 两个恢复的数相乘 这个是向量 向量的内积 它也是一个数 数取决定值 就是一个非复的数 小于等于另一个非复的数 所以你要证明的话 就把它上平方一下 证明一下 这个不能是就可以 好吧 这个不能是分量形式写一下 这边如果写成正常的分量形式 α就是A1到AN β是B1到BN 那我把它写一下的话 这个应该是绝对值里面 I等于1到N 内积就是对应的相长 AIB 像就是这样一个式子 这是一堆的求和 对的求和 然后去一下就得指 这样一个式子 小1等于这边吧 这边这个根据我们刚才这个定义式 定义等于1 好写上刚号形式 刚号 这个我也把它写成求和的形式 I等于1到N AI的平方 然后为它可以写成根号下 I等于1到N AI的平方 这个式子如果N等于2的时候 其实很难验证 但是按大眼的时候 其实也不能验证 这边有根号 你把两边都平方一下 这边平方一下 这边平方一下 那根号自然就去除了 然后这边是一堆的和 乘一堆的和 你把它都展开 然后用我们高中学会的 你这些均值不能试 很容易验证 这个不能试 是成立的 虽然很麻烦 但是可以验证它是成立的 你可以自己 我去验证一下 这边是一堆的和的平方 这边是平方的和乘起来 其中有些像是抵消的 有些像不能抵消 正好可以用均值不能试 我验证一下 这种方法虽然很麻烦的 但是可以证明 科西不念科普斯基 史瓦斯不等试 现在我要讲一种 更好的证明方法 就是以后 可能还会用到 这种方法 在证明这一类不等试的时候 经常用到 我可以这样 我构造一个证明 构造一个 构造一个新的向量 再继承伽玛 它是α加上kβ k是任意一个数 任意一个实数 α加上任意一个实数的k 任意一个实数乘以β 做数乘 做一个新的向量 我知道 刚好的平方 因为它跟它自身做平方 肯定是一个正数 而且它可以写成 α加kβ 跟平方 刚才这个我说了 可以用平方和公式 平方公式直接展开 k2 β加2k α跟β做点击 这是它的展开式 可是这个式子 是恒大一点零的 不管什么情况 不管k起什么值 这个式子 恒大一点零 你把它看成是 就以α方β方 α内积倍 都是数 不看成是k的系数 k当成位置数 k你当成x 你说这个二次方程 改成k的二次方程 不管k取什么值 它永远是大一等于零的 你知道这是它的方程 应该是 抛物线 如果不管 不管这个k取什么值 这个抛物线总是在 x以上 还大一等于零 也可能是有一个焦点 这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判别是delta 前面经常做这两题 是小于等于零的 是吧 判别是等于delta等于b方 减4ac 这里面b是k 前面的系数就是2 α内积β 这是b b方 减去4倍的ac a呢就是k方的系数 就是β方 c呢是α方 这是数之间的乘法 delta等于b方减4ac 小于等于零 这个式子 横小于等于零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下下 变成了4倍的 这个平方可以放进去 因为这是数 αβ做内积 这是一个数 它的平方 小于等于4倍的α方子 就是两个数 都成法 所以交换一下 无所谓 4约到以后 这边是一个平方 这边是两个平方 实际上跟这个式子 正好是差一个卡根号 我这个式开一下根号 左边就变成了 β内积的绝对值 右边这样就变成了 卡平号的形式 就是长度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 可锡 实法词不能是 这个证明方法 实际上是 比较普遍的一个方法 就是够到一个线上 这个线上永远是横大一点零的 它的平方 永远横大一点 然后它的判别是自然就小一点的 自然就得到可锡 不拟可布斯基不能是 这个不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待会讲一下 刚才讲的这是长度的定义 我们待会讲一下角度的定义 角度的定义 就必须要应用到不同式 角度 也就是说定义完内积以后 自然就有了长度 有了长度以后 自然就有了角度 好 待会我们讲一下角度的定义